我就想一直留住脑袋里面的那一个感觉 我之所以问你在美国的这么多经历 因为你现在身份不仅仅是歌手了 是吧 你也是公司的老板之一 然后有很多的方向你可以去把握 可以去改变 所以自己做主的情况下 就会把你所见到的 所想的东西融合在你未来的这个事业里面去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从你这个当老板这段时间以来 你究竟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能说现在对于自己时间的安排上面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疯狂 会给自己 我觉得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量应该在状态之下的一个位置 然后其实平时做的事情 还是以前艺人做的事情 其他都我都不会涉及到 那这个老板当起来都管什么事 因为我真的我就不是做主的人 我也不是老板 只是说我有参与到这个公司的初期的投入 但是我在这个公司的身份 仅仅是艺人而已 我每天做的工作还是艺人 然后作为每一个工作人员也是 像艺人一样 还是像以前该该做什么事情 就做什么事情 其他不care 完全不care 那比如说你 我要选择的制作人 我选择拍MV的导演 词曲作者的作品 是不是都要你自己认可呢 是 这些是要自己 但导演不用 因为我很承认 我在这一方面神经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觉得需要更专业的人去 他们通常会给我推荐比较好的导演 然后会给我看他以前拍过哪些作品 然后商量我们大概需要拍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这一张全新的专辑 等于有你当半个制作人的身份出现 反而没有 因为之前其实我操心真的比较多 但是那种瞎操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种性格 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 什么事情都要去过问一下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蛮多地方 我是除了唱歌之外 我真的不专业 所以这张专辑只用了一个制作人 而且这一次我是真的下定决心的 把自己扔出去了 我就不要管 包括编曲都是你们做好了 我只需要说 我最后来听 我确认是不是OK的 然后录完了之后 你们所有的后期做完了 我再来确认说 我觉得怎么样 中间的过程我都不再去问 会改吗 会让他们改吗 有我觉得 就是实在是自己不接受的方向 不喜欢的方向 我会提出我的意见 哪首歌改的比较多 哪首歌啊 应该是 我相信应该是 改的最多 也没有 我相信也基本上没有怎么改 好像 就是I don't want to pray 这一首歌 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那个感觉 然后 阿迪亚当时有 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迪仔 他有让我尝试一下 他说这样 这首歌 这一段 我让你自己挑唱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蛮喜欢做这种事情 然后 我就觉得 但跳出来之后呢 他会再改 他会 他说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 这样的能力 让你试一下 但试完了之后 用不用 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 他说了算 他就这样说的 他说我觉得你有能力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最后也会说 他会再重新 他只是想看看我挑 我会选 做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 那也是录的比较早的一首歌 他说想知道我的喜好 为什么会找阿迪仔 这一次 一个是 之前我特别喜欢一张专辑 是阿妹的 阿蜜特 然后那一张是他做的 是摇滚专辑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摇滚音乐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做东西 特别是录音 因为他全是 基本上是真乐器 他的录音 后期做的都 让我觉得特别喜欢 然后包括曲风 还有中间也有挺多 是他自己作曲的 所以我这张专辑 其实也有蛮多是 阿迪仔作曲 而且还有一些作词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比较全能型的天才 不过最近很多歌手 死在摇滚上 包括阿蜜特 张慧妹 其实他 你看他影响力 并不是很大 这张专辑 但是我想说 阿蜜特是我听过的 最阿妹的专辑 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超过听还超过姐妹 凯利克拉克森 也玩摇滚 但是 可能那种摇滚 我说实话 我比较喜欢凯利克拉克森的第二张 那一张是让我觉得摇滚和流行 包括他的态度表达的最完整 结合的最好的一张 可能既照顾到了市场 也照顾到了 就是喜欢摇滚这种风格的音乐的乐迷 就是说实话后面的 我也比较犹豫一点 对啊 所以阿蜜特帮你做 也并没有朝摇滚的一个路上去走 对 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的是他的制作手法 他的方式 但是真正要录我自己的唱片 还是要适合我自己去表现的曲风 因为我跟阿妹毕竟 嗓音条件不一样 音色不一样 那种演唱状态 或平时习惯用的唱歌的技巧也不一样 收歌是他帮忙吗 是 我自己会先选 然后他会帮我再挑 这一次呢 录音包括制作人 都是台湾的制作人 然后选择的也是在台湾地区进行录音 然后很多人都说 你这一次专辑啊 可能很像是一个台湾歌手的唱片 你自己在这方面 有没有过多的去 比如去跟台湾的音乐去学习啊 或者说表象上来讲 有一些台湾地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 其实也我不会这样觉得 特别是就像过程当中 我跟阿弟仔商量词的部分 有一些词我会觉得用语会比较像 在台湾地区大家用的一些用词 我觉得内地好像没有太多这样的说法 我们都会词改的就是大家都能够习惯的一些表述方式 然后在唱上面的话 我会觉得我这次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要释放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唱歌太小心翼翼 然后之前唱慢歌也是 现在我只表现了收的这一方面 我觉得这几年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收过火了 收到一些不该收的也收掉了 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 该释放的那一面我要放出来